诗篇第103篇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祂的圣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祂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做你的冠冕 祂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 祂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祂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祂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有多高 祂的慈爱像敬畏祂的人也有多大 东离西有多远 祂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儿子 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祂的人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祂的年日好像草一般 祂又像野地繁茂的花 惊风一吹,旧归无有 祂原来的地方再不认识祂 但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的慈爱临到敬畏祂的人 祂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谨守祂的约 记住祂的训辞并且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祂的王权同管万有 你们做祂天使的 就是那些大有能力,行祂所吩咐 以及听从祂命令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祂的众军 做祂的仆役 遵行祂旨意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祂所造的 在祂统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